他是2011年出生 在初一之前出生的 属什么 属兔 但是是初一之前 前一个星期 看到 属兔 脑瘫 脑子不好 对 我告诉你啊 连他这个颈椎啊 都不行啊 对 颈椎都竖不起来啊 对 听得懂吗 属什么 属兔 但是是初一之前出生的 这小孩子出来 生这个病的时候 差点死掉你知道吗 知道 鼓掌 现在呢 跟你讲 现在他几岁啊 四岁 他要活过绿 就没危险了 现在还有危险 听得懂吗 懂 我看他的脑部医生 要给他做手术的 身上有一个老妈妈 瘦瘦的 跟你长得有点像 你外婆 你外婆还在不在啊 在 在啊 奶奶呢 奶奶不在 奶奶是不是跟你长得像了 像 好嘞 好嘞 他逃不掉的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 赶快把他念掉 小房子要几张 给奶奶先念一百七十张 然后接下来 给小孩子身上其他药菌者 上辈子的 至少念五百九十张 知道 明白了吗 明白 还要放声 放几条 完六百七十条 还有 我要警告你 你有业障在孩子身上 听得懂吗 懂 你自己啊 感情问题啊 要当心啊 我只能提醒你 你老公在不在这里啊 不在 不在我就讲给你听啊 你自己感情上过去 有点乱来啊 要当心啊 听不懂啊 懂 好好改了 要念礼佛的 知道 明白了吗 明白 你要当心的 会抱在孩子身上啊 知道 有一个人过世了 功课怎样做啊 经常来找你 功课就每天念心经四十九遍 大悲咒念十三遍 礼佛念三遍 知道 好吗 好 其他的念姐姐咒 念一百零八遍 知道 还有往生咒 好吗 好 这小孩子 我告诉你 只要再养过两年 就会长得非常大 现在养不大的 再给什么吃也不会大的 对 明白了吗 明白 其他没什么 天天让他晒晒太阳 用背后晒 不要前面晒 背后晒 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感恩台长 嗯 谢谢